台湾大学EMBA的戈壁挑战队将要参加下个月在大陆甘肃所举行的戈壁挑战赛 郑重有女性的成员熬过了辛苦的集训 准备要和先生牵手完成112公里的沙漠场征 险峻的地形干燥炎热的气候 一般的年轻人想横跃戈壁沙漠就已经是不容易的事情 但现在平均43岁的大老板和高阶经理人 要证明他们也可以做到 台湾大学EMBA戈壁挑战队经过8个月的特训 即将动身参加下个月在大陆甘肃举行的戈壁挑战赛 这也是台大EMBA第5次参与这项活动 工作的过程里面其实对于心灵还有对于自己的极限 其实不是非常的了解 所以所有的队员今年每一届其实都一样 都希望透过戈壁挑战的这个路程 完全展现自己跟了解自己的整个 不管是管理或者是心智的一个提升 正宗唯一的夫妻党格外引人注目 原本只把逛街当运动的太太挨过魔鬼特训 竟然也变身为运动健将 夫妻俩相互鼓励将其一手参赛 在初期的时候我就是很懵懂 所以都很兴奋 反而是在三个月之后 其实自己会有一些否定自己的一些想法出来 我觉得就是团体老师的一直鼓励 对然后跟着大家走 不要想结果 他鼓励我比较多 我发现女生的体力当然比较不如男生 可是我觉得女生的毅力是超过男生的 就像台大厌别的传统 不只是一趟112公里的长庚 也是一段重新认识自己的旅程 一步一脚印 台大最殆尽 台大最殆尽 一步一步一步 许交融 李安传台北报道